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 这一集要给大家解读的是 蒲宁的中篇小说《米家的爱情》 蒲宁,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俄罗斯作家 1870年,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里 曾当过教队员、统计员、图书管理员、报社记者等 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养料 从1887年发表文学作品起,到1953年去世 60多年间,佳作不断 其中《米家的爱情》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蒲宁作品 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这样写道 在《米家的爱情》中 蒲宁以对心理的全面的娴熟把握来剖析年轻人的情感 在这种心理把握中 感官印象和心理状态得到了出色处理 这是特别不可或缺的 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伯兰克斯也说过 我读了《米家的爱情的法义本》后大为激动 我叹服于小说对爱情分析的细腻 我不能不表达我对小说的赞赏 可以说,要想深入了解爱情 这一篇是绕不过去的文学经典 一篇好的小说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开头 这篇小说开篇这样写道 《米家在莫斯科的幸福日子到3月9日就戛然而止了》 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为什么到3月9日就戛然而止了呢? 我们不禁会想 可以说,这个开头就很吸引人 而且如果你读完小说了 就会发现开头与结尾遥相呼应非常精妙 这个我们之后再说 先说主人公米家在莫斯科的幸福日子 小说中写道,当时他俩邂逅 相识没几天就觉得 世上最大的乐事莫过于同对方交谈 哪怕从早谈到晚 米家怎么也没料到竟会这么快 就进入他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起 便偷偷期盼着的那种神话般的爱情世界 他俩一个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米家 一个是戏剧学校的学生卡家 两人一见如故,爱得如交死期 爱情到来时 什么性格地位阶层都不是问题 只管好好爱 把对方捧在手里 放在心里 看哪儿哪儿发光 他们俩如此度过了一段极为美好的时光 恋爱中 米家对卡家的欲望也越发强烈 每次约会结束 卡家都跑到米家的宿舍里 两人进行长时间的狂热的亲吻 最终才分开 每当米家解开卡家的上衣 那少女的苏兄便秀美而圣洁地展现在米家的面前 令人心颤的温柔将米家带入即将昏厥的极乐之中 但是他们的关系并没有跨越最后的界限 只要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除了那一点之外 已无所不至 而且现在 每逢这种时候 卡家的情火 往往比过去还要炽烈 多疑的米家 在与卡家亲热的过程中 有时会激起一种 不寒而栗的可怕感觉 每当他俩 米家与卡家 百般恩爱的时候 情欲的流露 本来是那么愉快 那么甜蜜 看来 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崇高 更美好的了 可是此时米家 只要一想到卡家和另一个男人 未必没有这样做过 就会立刻觉得 这种恩爱 不但丑恶地难以言说 而且是违背人性的 这就是那种最可怕的感觉 这时 卡家就会激发起 他强烈的憎恶感 爱情很奇妙的一点 就是这样 越是爱到深处 就越想要把对方 据为己有 就越敏感多疑 担心对方不够爱自己 但是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是一个 独立的个体 对爱情都有自己的 理解和追求 所以一旦深入到 对方的生活中 慢慢地摩擦就会出现 这在恋人之中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米家和卡家也不例外 小说就是从一次 小小的不愉快开始的 而且它预示着 人物后来的命运走向 故事一开始时 米家和卡家 在莫斯科的 特维尔街星公园散步 寒冷的冬天过去了 春天的阳光洒下来 白云漂浮 暖意融融 可是外界的一切再美好 也不如卡家好 被爱情幸福笼罩的米家 觉得眼前这一切 都无法与卡家媲美 这天卡家特别可爱 一副天真烂漫 小鸟一人的样子 不时以一种 充满稚气的信赖 挽住米家的手臂 仰望着米家的脸 米家幸福得 几乎有点得意忘形 步子迈得那么大 使得卡家 好不容易才跟上他 如果就这样 静静地不说话 该是一幅 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可是他们说话了 一说话就出事了 卡家突然说到 米家笑起来 非常孩子气 这让米家 有点不高兴了 因为他感觉 女友这是在说 自己不够成熟 但米家忍住 没说出自己的想法 他又联想到 卡家在很多方面 都表现得比米家老练 在生活中 也比米家在行 所以米家总觉得 女友也许在风流运势方面 肯定有所阅历 一想到这个 米家心里就不舒服 他酸酸地提起戏剧界的人 想请卡家吃饭的事 卡家反击到 他是不可能为了米家 放弃艺术的 这太刺激米家了 卡家显然是一个 独立自主的女孩 对于艺术 有很高的热情 不会为了爱情 就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所以站在米家的角度看 卡家并不是那么爱她 爱情的表现方式 正面是甜蜜 反面是妒忌 爱人只能为我所有 任何事情或者人 分散了爱人的注意力 都会让人度火中烧 恨得牙痒痒的 米家特别希望 卡家远离那个 让他讨厌至极的戏剧界 米家太担心卡家 会因为对戏剧的热爱 离开自己了 米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而且在现实中 也得到了验证 卡家就读的私立戏剧学校 要考试了 忙得要命 根本没有空去见米家 米家心里特别失落 虽然找到好多借口 来宽慰自己 可是妒忌 就像是真刺着内心 米家心想 卡家是不是 跟那个戏剧学校的校长 走得太近了 那个校长是个淫棍 对卡家的过分关注 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不是 早已有了不轨之心 而卡家是不是 已经察觉 可是并没有想着去拒绝 这一切 简直不能细想 爱情很奇妙的一点 你越想抓紧她 她就像是手中的纱 露得越快 米家对卡家的爱 是独占式的 这种爱 最开始会让对方 感觉分外的甜蜜 可是到了后面 逐渐会觉得窒息 和想要逃离 卡家这样独立的女孩 当然希望有自己的空间 可以去自由地徜徉 两个人最根本的矛盾 就浮现出来了 米家越想占有卡家 卡家就越想逃离 卡家越要逃离 米家就越想占有 这样的恶性循环 最终会导致悲剧 卡家考试顺利通过 但是在米家看来 卡家现在展现的一切 都让人讨厌 太搅柔造作了 为了取悦人 做出的那个 比苏的腔调 太可恶了 那个像是天使一般的女孩 和舞台上那个 又风骚又轻调 又装腔做事的女演员 怎么可以联系在一起呢 真是无法接受 这样的事实 可是 她就明明在眼前发声 真是太让人难过了 此时米家的心情是复杂的 既分外强烈地 感到她同卡家关系的亲密 又对卡家怀有敌意和仇恨 然而米家又感到得意 因为她意识到 卡家毕竟是属于她的 可是同时又心痛如脚 觉得卡家 已经不再是属于她的了 米家内心的想法 聪明的卡家 当然看出来了 卡家对米家说 我不明白 既然你认为我这么坏 为什么还要爱我 你究竟要我的什么呢 可是爱情就是没有道理可讲 一方面 它给恋人们 带来无与伦比的甜蜜 一方面 两人的关系 又像是紧绷的闲 随时都可能断掉 但奇妙的是 米家感觉对卡家的爱情 不但没有减弱 相反 随着妒忌的增长 而增长着 两人越行越远 卡家变得越来越忙 越来越像是 出入交际场的名媛 米家再也无法忍受 这种耻辱和痛苦了 他要离开莫斯科 回到自己的老家去 只有那样 米家才能松一口气 短暂的离开 虽然不能解决问题 可是会给双方 一个沉淀和反思的时间 毕竟太过在乎 双方都无法呼吸 临分别前 双方的感情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幸福状态 卡家过来帮米家收拾行李 甚至陪他去买捆绑行李用的皮捆带 有一回卡家甚至哭了 卡家是从来不哭的 这泪水甚至使米家觉得卡家是他最亲的亲人 一股强烈的怜悯之情 油然而生 米家觉得对不起卡家 短暂的告别像是挽救了这段爱情 昔日那些矛盾和冲突都掩盖在甜蜜的面纱之下 离别的车站挥洒得泪水 米家觉得卡家身上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 无论是卡家可爱的脸蛋 还是卡家娇小的身材 无论是卡家还带着少女志气的富人艳丽风姿和青春活力 还是卡家向上抬起的经营的双眸 都如此美丽 如此动人 如此让人心生爱意 可是啊 他们就这样分离了 火车开动了 不可预知的未来开始了 米家想着他们未来还可以重逢 他不知道命运等待他的将是黑暗的深渊 就这样 米家怀着对卡家的思念回到了家 家永远是我们最后的退居所 每当在外面受到伤害了 心情难过了 都会想到回家 在蒲宁的笔下 米家的乡下老家真是美不胜收 小说里这样描绘道 当太阳一至午后 照射着宅地的另一面时 米家望向窗外苍白的春雪 已变成淡淡的蓝色 在湛蓝的空中 在树梢的上方 已漂浮着大朵大朵的白云 又过了一天 漫天云矮的苍穹豁然开朗 露出大片大片壁空 树皮上发出湿润的亮光 窗外屋檐下滴着雪水 这一切都使米家喜不自禁 怎么也看不厌 远离了莫斯科的纷扰 远离了爱人带来的刺痛和苦恼 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回到老家 泥土如此芬芳 亲人如此温暖 真是让人倍感亲切 而那个让米家又爱又恼的女朋友 因为分离 此时在米家的脑海中 也不再是那个 绞柔造作的女演员了 卡家像天使一样美丽 像白雪一般纯洁 米家如此爱这个精神上 完美无瑕的卡家 每每回忆 脑海中浮现的 都是美好的片段 米家掏出卡家的一张小照 久久地端详着 她那浓妆艳抹的小小脸庞 她的坦率 真诚 微成圆形的明眸 都那么纯洁无瑕 光彩照人 让米家越看越爱 她决定 必须要写信 来抒发那份浓烈的爱 而卡家的回信 也让她狂喜不已 太幸福了 太开心了 我的亲爱的 我唯一的心上人 卡家信中的这句话 米家反复念着 脚下的大地 都像是飘飘然浮动起来 心有所念 必有回想 卡家的来信 让米家觉得 自己对于爱情的等待 是得到认可的 自己所遭受的一切 都有了价值 人的欲望就是如此 有了第一封信 就期盼着第二封信 几天来 米家一直很有把握地 等待第二封信来 并为此感到幸福 甚至自豪 可是 盼星星 盼月亮 盼到肝肠村断 都没见信来 现在的米家 越来越苦恼 越来越不安了 米家又开始 找理由宽慰自己 可是没有用 痛苦的折磨 让敏感的米家 深受其害 米家意识到 信不会 再也不可能来了 某件事情 已经在莫斯科发生 或者眼看就要发生了 米家觉得 自己完了 毁灭了 知子莫若母 米家的母亲 深知自己的孩子 陷入苦恼之中 可是米家的心门 并不愿意向母亲打开 米家不再去注意 行将到来的夏天 给她周遭带来的变化 米家虽然看到了 甚至感觉到了 这些变化 可是对她来说 这些变化 已失去 他们本身的独立价值 一想到女朋友卡家 很可能抛弃了自己 米家就痛不欲生 人就是这样的 越是得不到的 就越觉得美好 也就越绝望 这个绝望到一定程度 就是病态了 米家像是疯了似的 不断找借口去邮局 看有没有卡家来信 可是等待米家的 只有无穷无尽的伤心而已 其实讲到这里 我们会发现 米家性格是比较激烈冲动的 这种性格的人 要爱会爱得浓烈 要恨也会恨得彻底 要纠结也会纠结得要死 要是一个礼拜后 再也没信来 我就会开枪自杀 米家说出这样极端的话 真的是一点都不意外 也为后文做了铺垫 在米家看来 世界好比是一个繁龙 在这个繁龙内 越是美好的东西 就越让人痛苦 越使人受不了 美好 痛苦 米家来回摆荡 在两个极端之间 像是没有皮肤保护的人一样 一丁点挫折 都能让米家痛不欲生 可以说 米家的悲剧 不可避免 米家不再去邮局了 不再写信了 也不再期盼 那不可能来的回信 他心灰意冷 自我放弃 在管家的窜夺之下 他跟护林原家的 儿媳妇阿莲卡偷情 阿莲卡长得很像卡家 跟他偷情时 米家感觉 自己是报复了 那个冷淡的真卡家 可是偷情之后 米家觉得自己很恶心 那种愧疚感和耻辱感 爬上心头 让他觉得 自己犯下了 不可饶恕的错误 但愿卡家能原谅自己 可是没有办法 事情已经发生 一切都无法挽回 此时 卡家的信来了 信上写道 亲爱的米家 别记我的恨 把过去的一切 都忘掉吧 忘掉吧 我是个复心的 薄情 堕落的女人 我配不上您 然而 我对艺术 却爱得发狂 我已拿定主意 绝不反悔 我要走了 同学一起走 您是知道的 您是敏感的人 聪明的人 您会谅解我的 我求您 别折磨自己 和我了 你别给我写信 一个字也别写 写也没用 这封信 对于米家来说 是真正致命的打击 他现在明白 一切都结束了 天黑了 无论是屋顶上 还是宅地四周 还是果园 都是花花的雨声 米家躲在卧室里 外面是家人 在围着茶桌 谈天说地 但是米家 已经融入不进去了 胸口猛烈的 一阵疼痛袭来 这疼痛 是那样强烈 那样追心弃血 那样难以忍受 以致米家 不去想 他要做的是件什么事 不去考虑 这件事 会产生什么后果 而只是渴望 哪怕只让他 有一分钟的时间 摆脱这种疼痛也好 于是 他做了一个 无可挽回的决定 他摸索着 打开床头柜的抽屉 摸到了冰冷的 沉甸甸的手枪 如释重负地 深深舒了口气 张大嘴巴 怀着脱离苦海的喜悦 用力扣动扳机 开了一枪 小说到这里 结束了 我们再来看开头 米家在莫斯科的幸福日子 到三月九日 就戛然而止了 至少 他是这么认为的 可以说 米家的直觉是对了 就像是一件 美丽的瓷器 一开始 只是一个极其细小的裂缝 到后面 越裂越大 最后碎成一地 无法收拾 而米家 也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真是让人叹息 他们爱情悲剧的癥结 实在于性格的不同 米家占有欲太强 而卡家 有一颗独立自由的灵魂 这个 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著名评论家 思杰布恩认为 蒲宁成功挖掘了 位于两个世界之间的 作为实体的 源于人的自然状态的 爱情悲剧 可谓是一语重地 这篇小说 除开对爱情 有着出色的描写之外 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 也让人叹为观之 蒲宁 把那份炽热浓烈的爱 渗透到随处可见的 自然风景之中 小说中 有这样一段描写 春天特有的那种 苍茫的暮色 笼罩着大地 从洞开的车窗里 飘进雨水的气息 似乎还夹着蘑菇的清香 树木尚未霹率占轻 仍是光秃秃 可是列车的隆隆声 在树林里听起来 毕竟比在旷野上 要清晰悦耳得多 前方已闪烁着 车站的点点灯火 那灯火蕴含着 春日特有的哀愁 这样细致优美的描写 在小说里比比皆是 自然界在普宁笔下 美得让人叹息 那散发着清新气息的 白色画树 漂浮的朵朵白云 田野里绽放的小花 温暖和煦的阳光 叮当作响的马铃声等 如此生动 如此迷人 欣赏完这部小说 我们再来说一下 围绕这部小说的一些趣闻 其中一则来自于高尔基 高尔基 大家都知道 他也是一位大文学家 他特别欣赏普宁 他说过 俄国文学史 如果去掉普宁 将会暗淡无光 将会失去这位情细俄国文化的 孤单旅行者心灵中 彩虹般的光耀和星光闪烁 但同样是他 却认定说 普宁抄袭了托尔斯泰的 克莱彩奏名曲 用了个米家的爱情做标题 可是如果大家读过这两部作品 就会发现 高尔基的判断是错误的 因为一个是他杀 一个是自杀 他仅仅根据两部小说 都有情杀情结 就武断地做出抄袭的判定 的确冒失 另外一个 是书里的爱情 跟作家本人的爱情 何其地相似 1927年 普宁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女作家 加利纳·库茨涅佐娃 从而开启了一段火热浪漫 同时也是痛苦难熬的黄昏之恋 爱情有神奇的作用 让作家重新焕发了青春 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但是普宁那时候 已经有了妻子 维拉·穆罗姆采娃 他这场疯狂的爱恋 给妻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普宁跟米家一样 专制独断 充满了极强的控制欲 加利纳·库茨涅佐娃 实在是忍受不了 离开了他 这对年迈的普宁来说 是沉痛的打击 他无法理解 也无法原谅 库茨涅佐娃的背叛 他也像米家一样 陷入了快要发疯的境地 脾气变得暴躁易怒 还好 他的妻子 维拉·穆罗姆采娃 对他不离不弃 一直无微不至地照料他 直到他去世 想一想 如果没有维拉 作家本人 会不会选择 跟米家一样的结局呢 这个真说不定 好 蒲宁的米家的爱情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节目文稿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